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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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特訓, 幹嘛突然走回來? 沒有, 這幾天天涼了 就回來收拾衣服 對了, 剛才我找你去咬米 不過他們跟我說, 你調到別處 這麼重要的事, 你不跟我說? 有什麼重要的? 打算今晚回到時候跟你說 那你什麼時候調到之前那裡? 是說有很久了 人事調動的事, 什麼時候輪到我決定? 不過老爸, 其實你也不年輕 就是這樣, 調來調去, 好玩嗎? 不如早點退休, 向前輩更好 臭小子, 老爸只是拿著拿著 對了… 老爸知道有孝順, 坦白說 老爸天天在商場逛逛逛 跟街坊、靚姐、靚太太 打吵架, 吵架, 有多辛苦 還有, 況且今次升了我做保安主任 話說回來, 這裡說升職加我薪金 那裡業主打電話來說加租 其實業主是不是在房子裡 裝了偷聽器? 不是吧? 他加了多少錢? 七塊多錢 七塊? 升職加薪金加起來也不夠給他 老爸, 如果你是嫌租貴的 要不這樣, 我們搬遠一點 回家中同一租金, 可以租賺大一點的房子 不, 不用了 現在外面的租金都賭得這麼貴 況且我們住了這麼久, 一棟不如一靜 你看, 又要投訴, 又要接受 你累不累? 少許 我幫你捐骨 來 你一回來就對著電腦 我不要孫骨和我有鬼 對, 話說回來 為何無緣無故再買了電腦機回來? 我看公司最近很多工作 經常去加班 買了電腦機回來 帶了東西回來做 這樣就可以多點時間對著你和女兒 房間就有桌上機 我就是不想打字聲吵著你睡覺 再買一部工作 將來在廳工作做到幾個都不怕 行了 今天老人員打來說老爺又是老雞 不肯吃飯 我趕到去吧, 他說有人換到他的菜 爸爸經常都是這樣, 真是難服侍 別這樣, 他也不想 哪一個想自己生病才行 我想他還是想多點人關心他 是你才能哄得住他 總之是辛苦你 他是我老爺 等於我伴我爸爸, 失了什麼苦 我幸好有個好老婆幫我照顧家 所以我說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都要有一個女人 是 這個月的家用 怎麼了?我扣了這個月使用了 你現在是經理 有時候下午茶就聘請人家吃茶 客客就著就著, 很寒酸的 不要, 現在茶餐廳又貴了 留下來自己用 便宜便便買, 便便便便買 總之大後方的東西就交給我 你繼續向前, 努力賺錢 晚了, 睡吧 我想我還有一段時間做 你先累你睡吧 明天還要找我, 你先睡 那你別這麼晚了 怎麼還不睡? 沒有, 想等你 今天畫畫佛華, 你看看 畫得挺漂亮的 你看清楚一點 有兩個小朋友 會不會有什麼時候有男朋友 叫他帶回家, 大家見面 別裝傻裝模, 會不會說想要我弟弟 是嗎? 現在只有他一個人好像有點悶 昨天我聽專家說 我兩個小朋友最好就不要傷徑太怨 我也不想做高輪產婦 不是我不想, 是我不行 什麼不行? 我是說我怕我養不起 是呀, 電視也有話的 現在養的小朋友要幾百萬 我真的不想多生一個 分薄了對MuMu的資源 不是呀, 別這樣了 老婆, 別這樣了 晚了, 這些事我們遲些再談 好嗎?我要睡一會 明天早上要開會 不夠精神, 被老實罵, 好嗎? 等假, 來 友好殺 阿祐 阿祐 媽媽, 劍耍得很好, 可不可以教我兩下 這裡耍劍, 別說誰教誰 喜歡就隨便隨便下來玩 早安 是, 雪師奶… 雪師奶, 怎麼這麼早? 是呀… 奶奶, 早安 是不是差不多了? 不如我和你去喝茶吧 什麼喝茶?你今天不是有東西派的嗎 有什麼派? 是呀…我忘記了, 我還沒用過開張 這裡有些賤券給你們 記得到時候早點來捧場 到時候我會有些賤品送給你們 是呀?有什麼賤品? 全部都是新的護膚品 是嗎?我可以一人多給兩張嗎 是… 當然可以, 奶奶吩咐下 我一定要先給你們 我知道了, 你真是有我們心 我多兩張 你們記得到時候早點來捧場 一、二、三、三 當然要 對了, 話說回來 你有沒有明星時來剪彩的? 我這種小店, 哪能請起明星? 不用請明星, 有阿豬媽就可以了 當然是呀… 奶奶, 好不好? 我先考慮一下 你真是老大雪, 你去廁所不懂關門嗎? 剛才只有我一個人, 關什麼門? 大門就關了, 是你自己走來的 我還沒說你 我不相信你沒見到人家裡 神宗流流穿的, 搞什麼? 關你什麼事?我可以理你了 別再騙我了, 大哥 什麼?很噁心嗎? 癢是自然的, 糟了就不癢了 我知道你不想見到我, 我走吧 你去辦公室 羅大雪先生 麻煩你以後遵守這些同居規條 不准穿波褲, 不准勾大腿 不准撞鼻屎 不准停完廁所不洗手 不准不關廁所門? 什麼?不准站在那裡摸鳥? 你當我是奴隸嗎? 我真的想我們以後相處少點爭辯 留著說, 不准違反以上任何的規條 神經病 搞定了 現在的水, 不知去得多快 謝謝你, 波哥 來, 我煮了粉鱷魚湯, 喝一碗吧 是呀, 這麼客氣 是老火爺 在你的屋邨, 我都去了好地方通區 你家裡算是最充滿的 我想知道你做了多少錢? 我老公認識人, 有限錢而已 如果你說家裡裝修得漂亮 KiKi的屋子裝修得更漂亮 聽說她好像裝修了十幾萬 十幾萬?她很有錢 有鬼, 她的老公那一陣子中了三T 什麼聲音? 打光嗎? 當然是小淵子有一個人在家裡打球 小淵子? 就是隔離阮太太的女兒 她每次學校回來 不是開到電視機大聲 就是在自己一家裡打球打球 打球打球 吵得我頭也痛了 這樣家法不行的 我應該父母投訴她吧 投鬼投馬嗎? 她老爸死了很久了 她媽媽又要出去賺錢 就只剩下她一個人在家裡 是, 小淵子多大 毒流未成年子女在家中, 犯法的 這些事你不說, 我不說 又怎麼有人知道呢? 單親家庭又很慘 一個女人帶著女兒又要賺錢 你以為她想的嗎? 破哥, 你不是會爆香口嗎? 不會… 你裝什麼? 你的小淵子嘛 我是房主派來通渠 弄水喉和維修水電的 不就是渠王, 說這麼多話幹什麼? 媽媽說不可以亂救和白身人小淵子 小淵子, 小淵子 莫Sir呢? 二醫計劃行事 二醫計劃行事? 兩位, 我向你們介紹 這位是新年同事麥家雷 這是你的上司羅叔, 這是你的師兄 羅叔, 力哥, 你們好 叫阿楊就行了 羅叔是我們的高級保安主任 你以後要比心急跟著學員 你高什麼級?高齡級也差不多 羅叔…你看我還很年輕 最重要的是經驗豐富 好, 以後我就會好好地跟羅叔 來學習學習 有什麼儘管吩咐我 斟茶遞水的開圖誓我立即送到 這裡有一份羅叔這個星期的監表 上面有齊了羅叔這個星期的巡視路線 還有時間 幸好我聰明和Wu Sir要求 叫你過來幫我照顧我爸爸 否則真的有時間了 你記住, 我爸爸將來日常生活上 有什麼改變呢?你們一起通知我 最新消息, 今天下午兩點半 在商場一間美容院會開張 而羅叔到時會去到現場主持大局 收到 客客叫我爸爸的名字 像我會傳播 不行, 想回代號才行 波羅Sir, 你想改什麼代號? 我爸爸叫我蘿蔔, 蘿蔔 好, 這次的代號名稱就叫豬皮 豬皮蘿蔔 改得好, Sir 是 豬媽媽, 你還坐在那裡? 你不是要你媳婦的美容屋展桌嗎? 提提過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自駕沒說實, 可能不用我了 是呀, 店舖是你媳婦的 你身為婆婆, 不去坐鎮 整個看電影而已 話說而已, 你的電話也沒過 可能店舖那邊太忙, 忘記打 打個電話有多難 阿珠, 你很熱鬧 謝謝你們, 今天阿珠媽還沒來? 不知道, 今天早上要和你提過 剛才我特意留了信給她 但還沒回覆我 會不會她看不見? 我直接打給她 沒人聽 阿珍, 先出去展賽, 很多人在等你 是呀 誤了時辰就不得了老禮, 來 我找找 我來, 你呢? 是呀? 吃吧… 歡迎各位街坊白忙之中 抽空出席鳳鬚美容屋的開幕禮 是呀, 我們的師姐漂亮的老老婆 蘇鳳梨小姐為你說幾句說話 還有主持簡單而隆重的展賽儀 不知道了, 蘇鳳梨 首先, 我很感謝大家 由這麼多街坊來捧場 我承諾我們一定會盡落最大的努力 我會為大家提供最優質的美容服務 大家以後都會變漂亮 好… 我們要剪刀了 好, 看東西送給我 時辰到了, 我們剪刀了 好… 剪刀了 好… 好… 謝謝… 謝謝 婆婆 各位街坊 我們現在以這麼熱烈的掌聲 歡迎太上老闆娘, 朱媽 為你主持, 切燒豬而勝 好… 我們在等你切燒豬 朱媽, 過來一塊兒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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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大女兒出場, 來吧, 來吧 阿智, 記住, 跟朱媽多拍漂亮照 朱媽, 預備, 一、二、三 來吧, 來吧, 來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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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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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小丸子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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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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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恭喜你, 羅太太 你是第三十八位得到贈品的客人 所以你有我們今天的大獎 就是全套臉皮膚服務 有大獎嗎?你明天知道我不拿 是嗎? 什麼? 畢竟是羅太太的第一位貴賓 還不趕快帶羅太進去 好好招呼人 羅太太, 你當然沒時間了 有, 有時間 好, 來吧 十豪, 你的電話充電了嗎? 充夠, 用很久都可以 待會聽, 我就負責手機的螢幕 你就負責開車, 好嗎? 好 好 看到沒有?看到了, 準備開車 有, 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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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了, 轉了, 向後… 往前 往前 行… 可以…這裡 再轉右 右 往前一點 再前一點 轉了… 轉了 你喜歡閉上照片嗎?我會有很多人 大姐姐 怎麼了?好像不動了 炒車, 這麼不論如何 我的電話都破了 你這麼快的聲音, 其他人聽到了 那怎麼辦? 回家再想想辦法 就這樣走嗎? 那個搖控車是我兒子的 我的電話都在裡面 他們快回來, 遲點再算 好 好 不是這樣玩的 你要瞄準我三月才可以 姐姐, 為什麼還不行? 不如我幫你玩吧 好, 謝謝 太好了, 姐姐 太好了, 姐姐 加油了, 姐姐 姐姐 媽媽 弟弟, 你忘記拿票 我偷票 姐妹, 你偷票嗎? 怎麼這麼好家教 偷人票也可以 我不是偷, 我想給他 你還說謊話?你媽呢? 我回香港 難得學得這麼厲害 我以為有爺生沒男的 你說什麼? 知不知道, 我是這麼沒禮貌 我想你誤會了 剛才我叫他和你兒子玩 他不是偷你的兒子的票 他就是想給你兒子的票 還有, 他是小女兒 不是小女兒 為人父母的, 言行舉止很重要 大的人不要就嫁壞小子 阿嬸 我們走吧 不用這麼急, 沒人跟你欠東西 聽有蘭菇說, 你叫小菸子 你以前說我也是這樣叫我, 你呢? 我叫羅大樹, 你可以叫我做Paul哥哥 你叫大樹? 那小弟不是我叫波羅嗎? 你小弟叫波羅, 我叫沒弟弟 那豈不是同樣嗎? 你娶了老婆沒有嗎?她漂亮嗎? 她覺得自己很漂亮, 不然我覺得很一般 那又跟她結婚? 你是不是搞大了別人的肚子? 你說什麼?你真是人勢很大 不知道啊, 現在電視劇 經常都是這樣做的 現在電視劇真是把小孩子教壞了 吃飽了回家了 不行, 剛才我出來的時候 忘了帶鑰匙 那你有沒有打給你媽媽? 打電話了, 她先叫我在商場逛 讓她下班了 叫你自己在商場逛逛? 你一個小女兒很危險 你怎麼會陪我? 如果有人陪我, 那豈不是一個人 羅太太, 你看做得好嗎? 我看你是我今天新開張第一個客人 我送多個肩頸按摩給你 好…謝謝… 我謝謝你, 是真的 你知道嗎?我現在睡了一張床褥 一拍就太軟了, 一拍太硬了 令我肩膀很痛 你的手勢也不錯 謝謝, 我在上面也學了一下 對了, 你之前在這裡工作的吧? 我那時候剛下來就在這裡做兼職 然後有老闆娘說要去移民 她見過多熟客 問我有興趣頂了這間店 頂手費貴不貴? 那又不算真的很貴 即是多少錢? 我…我不知道這裡的行情 所以就想八卦一下 我看剛才你新開張的反應多好 可能我也可以頂個小店 搞個小生意, 掛老闆娘人吧 是嗎? 店舖也不一樣, 很難說的 明白…錢也真的是一個問題 但我看現在四處都可以借錢 銀行也可以借, 財務公司也可以借 貴利也可以借 對了, 錢哪裡借回來的? 我…我自己有積蓄的 剩下那些, 我問我我香利者 其實最壞的是我 突然弄傷腳 老闆娘, 如果我可以跟你一起行動 一定很快可以放我 不過不要緊 我現在也會用其他方式支持你 你的資料 你打給我之後 有人查過蘇鳳梨的背景 她老公是內地一間小魚廠的貨物 人工一般, 普通打工就一個 而蘇鳳梨在鄉下的親戚 也沒有多少人有錢 你真是說她的親戚 根本沒有多餘的錢借給她 我也查過她兩夫妻的銀行戶口 加起來只有幾千元 也沒有其他貸款紀錄 你這個蘇鳳梨 跟我說自己多辛苦, 儲錢 再問欠下那些親戚借錢來開店 真是謊言 我想這個人一定在很多東西收收買賣 謝謝你, 營Sir 我都說在警署以為叫我Tino Valentino Valentino 可不可以不要把今天的事 告訴欧Sir 不好意思, 先生, 我們不招待男婚約 你是不是想送些東西給女朋友 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下 這隻小眼相很好 我們這些成分全天然 這樣你就很保濕 先生, 不如這樣吧 你讓我幫你計算吧 如果你買個四戒 我可以給你八折 你… 不用 不用, 我根本沒想過給錢 怎麼樣 碰到我的這樣的客人 是不是很難搞呢 我們不用怕, 我最樂意幫你這個忙 有我保護你, 保護沒有人吵架你 先生, 我想你搞錯了 我們這些是小店 我們沒什麼錢賺的 你不用這麼謙虛 我在你的店門口站了整個下午 這麼多客人來光顧 你怎麼會沒生意做 先生, 我們真的沒錢賺的 我今天…我們一天開張而已 別說我這麼沒人情味 我遲幾天再來, 你懂得怎麼做 不過你千萬不要報警 要不然美容屋變成位容屋 就不太好 護婦品出了一些, 就當上旗吧 先生, 我們真的好像… 你認不認得我 我認得… 剛才我開張你外面幫忙 謝謝你 不是… 認不認得我嗎?鳳梨嫂 我在鄉下住在你隔壁屋的那個 黑仔嘆? 對, 黑仔嘆 想不到呢, 那就攝幾年了 剛才不是你說婚信德話 我真的不認得你 對了, 剛才我聽到人叫你做豬師奶 你結婚了嗎? 幾年了 想不到攝幾年不見 你不僅結婚, 還做老闆娘 你考本書 我知道 為何說那一刻忽然沒了心機 大家這麼久的朋友 如果你有甚麼事不怕跟我說 或許可以幫到你 剛才有人來美容屋收保護費 這樣也行? 那你有沒有報警 我不想奶奶和老公擔心 你也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這樣吧 這樣吧 如果那個壞人再來的話 你叫我 畢竟是保安 老大小, 開門啊, 老大小 你自己有鎖匙, 自己開門 我問了, 有聲音 有什麼鬼 ключ Caní什麼? 這是什麼? 怎麼事? 我聽到有人下 ler 什麼鬼?精靈什麼? 什麼聲音都沒有 不乎容 明明剛才真的有聲音 為什麼你喊到什麼時候就沒有聲音 我怎麼知道 那或許人家只想讓你聽到聲音 你說誰?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看我的聲音 都說聽不到 不是說到剛才 現在… 這裡放這麼有聲音, 自己的聲音 我們說這些聲音 你在裡面不要跳張床, 行不行? 嚇壞人了 你在哪裡說話? 叫我標示… 是呀, 用了人家的唇膏 小女兒有時候貪玩而已, 算了 算了, 你知道我的唇膏多貴嗎? 死了 依依, 對不起 不過哥哥我以後不會亂起了 乖 為什麼他叫哥哥我叫依依 那人家小朋友天真無邪 不懂得說謊 你不是跟他計較嗎? 總之他媽媽一回來, 馬上送他走 行了, 長氣 方方哥, 我肚子餓 你沒事吧? 剛才吃下午茶的時候 你吃了兩個餐, 你又肚子餓? 那人家在發肯肉的嘛 不妨礙你發育 幸好我媽媽的菜, 我煮給你吃 不是應該姨姨煮嗎? 她煮?你不是想停止發育嗎? 煮發才算有多難, 我也會煮 什麼?誰說我不會煮? 我不喜歡煮而已 你別下巴輕輕 煮得出要吃得下肚才好 你那種吃, 我那種吃 你那種吃, 我那種吃 馬上開 煮不煮, 還是沒了 我買好半隻燒鵝 你呀, 去洗臉吧 猴子糞的 那, 去吧 媽媽, 你現在沒空嗎? 我有事要你救命 女兒, 你不是參加特訓嗎? 怎麼沒問題的人煮菜 是呀, 今早跑步跑輸了 跑到最後就要大懲罰 你還要煮菜 那你手上有什麼材料? 行… 看到嗎? 行…等媽媽收拾齊材料 我們就由最好吃又最簡單的 番茄炒蛋開始 然後過來… 之後就拿了兩個 我看不太好看的番茄 小心, 這盤很熱的滾水 沒有攔傷手 現在就要把它一分為四了 你記得用手碗來陰力地發 現在你慢慢地放進去 你聽到這些聲音, 沒問題了 最重要是要均勻 不要大小, 太難度不行, 知道嗎? 很漂亮, 對, 你看得到嗎? 沒有黏過底子 很香 很香 有東西吃… 煎到絲鞋片, 這是什麼? 煎鯧魚 鯧魚? 粒粒粒粒的 怎麼會這樣呢? 給面子… 不用你們問, 我自己答 番茄炒蛋, 蒜蓉西蘭花 滿意嗎? 滿意… 我們餓到連泥都吃得下 來, 給飯… 不是連自己煮的菜也不敢吃嗎? 還是玩小孩這麼卑鄙? 很好笑 說笑就不是真的, 吃飯吧 不過, 那個公道說話 你的菜的樣子是比較壞 不過吃得挺好吃的 是啊, 可惡我吃過家裡的菜 真的很好吃 你不就多吃點吧 吃菜, 吃菜才會高 很好吃 挺好吃的 我負責煮飯, 那誰負責洗碗 我飯很公道 送給你煮, 那這碗我洗 洗碗而已, 有多大事 有多大事, 待會你一折 阿哲, 你到底說不回來吃飯? 怎麼經常打給你不聽? 你打給我嗎?什麼事? 今天有一間什麼鬼 海外星河顧問公司找不到你 結果又找了我 你什麼時候找了這樣的東西 幫我報名外國讀書? 兩個月前而已 去外國讀書這麼大事, 問也不問我? 我打算先搞得七八八線嘛 你別等上機師跟我說 你根本沒想過問我喜不喜歡 你去到又不是馬上入大學 你讀的先修班, 打英文底而已 還要讀先修班? 那就是還要多一年 那就是要花多一年的錢 錢不是問題, 我搞得如何 錢不是問題, 現在中了立彩嗎? 現在馬上打電話過去 解決它, 拿回錢 折, 你前途要緊 我前途要緊還是看不起我? 覺得我在香港讀不成書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不想見我, 將來我這麼遠, 扔這麼遠 你聽我說 你不用說 我說, 總之我不會去外國讀書 你要自己去飽它 看來你媽媽也不是好要解你 她根本不明白我的媽媽 所有媽媽都是這樣 我媽媽不是更煩嗎? 我真的很想說, 真不明白 為什麼, 每個媽媽都是這麼煩的 我煮了你最喜歡的 青紅蘿蔔煮豬骨 好, 趁熱喝吧, 來 謝謝媽媽 不用 對了, 怎麼這麼好買一輛車給我 對, 喜歡嗎? 喜歡 對了, 我夠好買 我今早進來打掃的時候 不小心弄破了 弄破了?撕鞋呢? 我看見弄破了, 所以我扔掉了 撕了?問也不問, 我扔掉我的車 怎麼搞的? 我就馬上買個新的給你, 差不多而已 差不多… 旁邊的公仔跟我差不多, 認他當兒子 知道這輛車的對方有多重要嗎? 對不起 車子是爸爸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還以為你們離婚前最後一次生日 為什麼你做什麼都是這樣? 不問我, 不顧我的感受 去外國讀書就是這樣 跟爸爸離婚也是這樣 就連扔掉我的車也是這樣 你有沒有尊重過我? 對不起 不用對不起, 拿回你的車 出去 我不想見到你, 出去吧 自家 我不想見到你 自家 放心吧, 他們每個人都說我煮飯很好吃 全靠你 那真是好 寶貝, 你的特訓這麼嚴重? 跑輕跑, 何必要罰? 甚麼? 你知不知道我煮飯已經很少熱課 我的伙伴被人罰他要洗廁所 要洗廚房 媽媽, 早晚了, 我就快要回去吧 那好吧, 你快要睡吧 不然又要睡了 晚安 你早點休息吧 行了 再見, 媽媽 再見, 寶貝 寶貝 你怎麼這麼做? 我還沒說你 究竟你連廚房有仇還是跟我有仇? 你弄了廚房呢 嘘…有聲音 你又來? 不是,我真的聽到你這麼有聲音 人家是南無阿尼陀佛 南無阿尼陀佛? 你聽聽,我聽聽 我真的聽不到什麼聲音 還有,鬼怎麼會唸南無阿尼陀佛 難道好像你一樣,自己嚇自己? 那我真的聽到有聲音 不是人就是鬼聲的 說不定是神仙,若果是神仙也好 你快點撒個對不起 若果不是今晚做軍 肯定撞穿你的頭 對不起 等我吧 不是,你媽媽回鄉下? 那你剛才又是你媽媽回工 我剛記起來,婆婆有病 媽媽要回鄉下看看婆婆 要明天才回來 不知道你哪句真,哪句假 總之媽媽今晚不會回來 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阻礙你們兩個二人世界 那我走了,再見 再見 再見 小雲子… 你從我的心都算了 讓她在這裡睡一晚吧 在這裡睡一晚?你瘋了? 那她睡哪裡?我們只有一間房間 放心,我這麼小,睡三個房間可以了 你們倆夫妻子睡一間房間 我和她? 你們兩個不會一起睡嗎? 是,我們是夫妻子,我們當然一起睡 你今晚同孫子睡一間房間 不行,我很煩睡的 老弟太親媽媽 連她也不肯跟我睡 我習慣一個人睡的 我去睡一間房間 今晚我睡床,你自己睡地下 放心吧,我都不喜歡吃人之危 你以為我怕,我怕也沒怕過 你不怕嗎?你不怕就好了 地板這麼硬 媽媽,怎麼靠上高床暖枕,怨慾溫香 想怎麼樣? 想怎麼樣?月夜人郎 我也控制人家自己的 寶貝,我們終於可以做 對有名有實的夫妻了 神經病,馬上弄我下床 誰有這麼自駕,想打我的主意? 誰有空打你的主意 真可憐,狼狼也不吃 睡吧 老大叔,別耽誤了 他支援我的主意 好不好 如果想信我 来愿我走过 I'll always be yours I'll always be yours 将美感释放 卸下你的声望 一切交给我 请一直开朗 有我看你 你耐心的笑望 I'll always be yours